各位朋友你們好,我是卡路斯 兩天前我講過了,今天就是我們學校 叫做航校空間開幕的大日子 所以今天我帶了西裝回去 講起昨晚發生了一件很不殘常的事 因為昨天這個元朗 應該是有一道橋的島塌 產生很大的問題 整個元朗、天水圍都有些地方停電 昨晚我們聽到這件事,多擔心會影響到我們的學校 不過今早聽到宣布,只有十間學校影響到 要停課,所以我們學校算是很幸運的 所以非常感恩,今天的開幕禮應該可以如常繼續 講到這個開幕禮,其實我已經報導了很多次 那個工程呢,這個空間的空程其實在12月已經完工了 我們原本是打算是1月8日,即今年的1月8日開幕 但因為一波三節,有關疫情的發展 先是延遲到2月,到最後又再叫停 叫停了之後,真是不知道幾時會再開了 直至最近我們決定,不如在6月22日我們做了它 那個決定是有點重出的 本身是想著星期六做的 今天是上學的時間 所以今天我是要上了幾堂 然後才做一個床下空間的開幕典禮 好了,外面都搞定了 帶大家看一下整個床下空間的空間是怎樣配置的 現在我們在行一部份叫教育創作區 而經過了這套黃色的電閘之後呢 就是教育製作區 對面呢,就是社區創合區 那就是給我們研發出來的東西 和可以和社區結合起來的地方 帶大家看一下 有魚菜共生機 這個地方呢 有很多和社區結合起來的活動 和大家玩一下這個雷達 和大家玩一下這個雷達門 一次一個 一、五、三、六 成功的 放好凳子,不過真的有點曬 那些嘉賓很辛苦 有很多的嘉賓 正如開幕和展示創下空間 現在已經營了上幾個小時 那明天先詳細和大家報道 但是我們呢 完成了之後呢 很開心帶來的學生 帶一群友仔走過來我們 這樣過去商場 跟他們一起做慶功宴 想看整個過程的 明天就要回來 是,不會 一會不會 喜歡我的視頻 請你關注點讚和轉發 好嗎